周期默 大家好 我是周期默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 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5月21号 就是双子座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恨几回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 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 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 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 不能两全 有点懦弱了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她面前 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不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 对着她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 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桌 真好看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 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 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儿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煮雨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我说啊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别说了 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招点急吧 啊 33了 明年40了 我说爸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是吧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哎呀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都说哎 那谁结婚了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啊 就总感觉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啊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啊 我说啊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都没联系 他说啊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了 算了 那你想看照片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然后我这哥们就掏出手机来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拍的照片啊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啊 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啊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哎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的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 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啊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童鸵男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 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这个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 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录得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常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 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莫南 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 都得惊叹 说呀 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啊 我跟我女朋友 一起去玩一个 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 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在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 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母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 叶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他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他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老的大哥比我还着急啊 我俩面面相去 他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捏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 其实也来人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 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他人妈妈微信名 谭乡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Knee的 说莫南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你做饭 两个巨婴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双巴南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镜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儿拜天地 就在那儿哭呀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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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顶得挺高的 顶得挺高的 旁边都吓坏了 说 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儿到哪儿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接下来我投不来 接下来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 现在谈恋爱的人很少 但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的人很多 前两天 我跟公司的一个女同事 穿了一件很像的衣服 然后周围的同事就开始起哄 哎呦 情侣装 磕到了 磕到了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两个人约好的才叫情侣装 我们这个只能叫缘分 还没说呢 女同事就极力否认 不一样不一样 我穿的这个是短袖 她穿的是秋衣 就整得我也很尴尬 我俩的衣服明明都不在一个季节 就硬磕 我俩的衣服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磕完气氛冷得像冬天 只有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春天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才毕业到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的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班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给你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 好像现在爱情的催化剂 到处都是 就比如说跟朋友 去露天的地方吃饭 总会有个卖花的阿姨 跑过来 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我特别讨厌这事 因为一桌男生 阿姨从来没有问到过我头上 可能阿姨觉得 光是这一朵花 应该帮不上她的忙吧 我能理解 因为在一桌男生面前 我确实最不像有女朋友的 但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单独吃饭 我心想 这下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阿姨选择了绕开 这有点侮辱人了吧 转念一想 她如果走过来说 来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女生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侮辱人了吧 很生气 我只能主动说 我要买花 阿姨说 你买花送给别人的女朋友 不合适吧 这个花是卖得很贵 但阿姨也不是什么 当钱都挣的 就还有的时候 你去逛个书店 也可以看到很多 教人谈恋爱的书 如何快速追到女生 还有七天让女生倒追你 两本书我都买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无路可逃 但你看过就知道 那种书没啥用 一看就是理工直男写的 因为一本恋爱书籍 你翻开 看不到一丝的浪漫 全是各种数据 0.6米更容易来电 约女生的画术 列了一个树状图 越看越熟悉 我感觉这不是恋爱书籍 跟我那会流水先生的 车床操作手册一样 这玩意别说追女生了 当时追生产进度都费劲 这种场合还有很多 比如说夜店 我之前没有去过 就听他们描述那个场景 酒精 音乐 荷尔蒙 最主要的是灯光昏暗 一听就特别适合我这种小明星 谈一场见不得光的恋爱 我之前没去呢 是觉得我自己不适合那种地方 我觉得那种地方 必须得是事业有成的人才能去的 就现在我这个事业 不得不去了 我 时尚先生 坐拥72平大house 黑暗中还有一点像周杰伦 别说蹦迪了 我现在走路都蹦着走 骑电动车过减速带 我都不减速 蹦的可高了 那种环境是很暧昧 但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穿点贵的衣服去 就千万不要穿 你从网上买的什么 2022潮南秋季必备套装 因为你在里面 很容易遇到另外一个潮南 我就遇到了 我抬头一看 突然感觉 我的这个潮流小众男装 好像不小众了 很尴尬 我俩都想回头确认 但眼神又不敢发生交汇 我心想这里果然很暧昧啊 当时我穿着秋衣 大哥穿着同款的短袖 我俩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都开不起卡座 只能相遇在舞池里 共同寻找彼此的春天 当时 不管舞池的音乐 多么劲爆 就感觉我俩的BGM 永远都是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扭头一看 春天在那开不起的卡座里 当然那天也不是 完全没有收获 我还是加到了一个微信 走的时候还说哪 以后要常联系哦 再有小众男装 记得店铺分享给我哦 小众多谢你们 谢谢 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波罗 真的太开心 来到这个舞台了 我本名叫李之中 刚才也介绍了 我不是一个职业脱科学选手 我是一个癌症生物学的博士 我平时身边 搞科研的朋友特别多 但最近来上海 认识了很多做金融的朋友 其中有一个 对生命科学特别的感兴趣 我就随手给他科普了一下 什么叫基因编辑 什么叫免疫治疗 他听完的感觉就是 自己的金融专业 简直就是垃圾 只有生物医学 才能拯救世界 后来他又知道了我工资 他觉得拯救世界 也不着急 他说波罗 你先去拯救世界 回头我挣了钱 再来拯救你 我说你说这话 就有点过分了吧 忽兰 在这等着我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今年我38岁 我已经结婚13年了 是保养比较好 你们可能一听觉得我是个学霸 但其实我一直是我们家里 学历比较低的一个 我太太是一个律师 她有两个博士学位 她特别地喜欢杨丽 因为她经常都搞不明白 我这种普通男博士 为什么会那么自信 我在家的地位 确实比较一般 还不仅是因为 我她的学历比较高 而是因为 她来自四川的利州 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标签 就是武则天的故乡 而我还偏偏姓李 我觉得我怕她 可能是从唐朝 就遗传下来 更何况我们家这个武则天 还是一个律师 就武则天要懂了法律 李博士必然受气 还好他受过很良好的高等教育 就是在家是严格地执行 民主的政策 就是我是民 他是主 这次我回去给他说 老婆我去参加一个 talk show的比赛 聊婚姻 我可能得吐槽你了 他头都没抬 就说 你退赛吧 我说 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 他说 你的耳朵听不见吗 真的非常的无赖啊 我和他聊我们的感情 他来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我平时确实特别地尊敬他 主要是他的挣的钱比我多很多 这搞得我经常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那天我问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火和你爸如果同时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他想了一秒说 是我推下去了吗 不是 就没有法律过失 我说 不是你推的 你就不救了吗 他说 你问这个是有病吗 又来了 我和他聊感情 他又来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当然和律师谈恋爱 还是有一丁好处的 比如说 我不用陪他逛街 因为他是按小时收费的 他不爱逛街道 我都想逛街了 那天我给他说 老婆今天天气真的好 我们去逛街吧 你看换季了 我的衣柜里面都没有衣服穿了 没想到他说 你哪来的衣柜 我说 你就不能陪我逛一下吗 他说 你的癌症研究明白了吗 只有一个博士学位 还不好好努力 这次更惨了 我和他聊感情 他直接羞辱我 听完前面讲的呀 你们可能觉得 我老婆特别强势 咄咄逼人 其实不是的 她温柔体贴 十分的随和 只不过她很不容易 又要挣钱 又要养家 所以嘛 有点小脾气 也是应该的 男人嘛 就是应该让着点 婚姻的秘诀 就是两个人 要互相的理解 她对我真的非常的好 甚至这次 还帮我写稿子呢 刚才那段 就是她写的 她说 如果你敢不念的话 就等着回去 受律师函吧 好 我是波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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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观众还好帅 来了一个盲人 所以在比赛嘛 压力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两天回了一趟家 回家之后 遇到了一个 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节目 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 我奶奶八十多了 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这次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 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 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我又会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 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我奶奶真的看我们节目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 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 我奶奶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反正的节奏我觉得还是很好 开玩笑开玩笑 首先这些漏洗澡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我奶奶 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啊 我说那个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啊 大四岁啊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就别人都是喜欢 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就确实杨丽骂人可疼了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恋爱嘛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分析原因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就是 我发现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但最近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我有点喜欢不过来了 都快成海王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很容易遭到一些打击 变得不自信 就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 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那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有个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他打两份功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回到家再照顶的一看 张博洋 时间长了 就导致我现在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世界上丑的衣服 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你们也买一点 又被踩上了 后来我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买了 因为我发现他们都下载了小红书APP 来小红书APP不仅有时尚 还有男生喜欢的游戏运动幽默 各种生活方式 不得不说这种既时尚又幽默的APP 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看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就跟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班里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隔壁班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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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去 我跑得快 十分钟能送三趟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 爱是克制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 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 比赛期间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 跟赛场之间做一个风险对冲 就如果恋爱成功的话 比赛即使被淘汰 我也不难过 如果恋爱失败了 那么恋爱的苦 就会盖过淘汰的苦 而以我这个长相 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吃爱情的苦 对我来讲 下场吃的苦都比较苦 那是我生活的舒适区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今天的话题是恋爱 我想跟你谈谈 我其实从小就渴望恋爱 那时候看了好多白色专业 千女幽魂之类的 我觉得我一定也要找个 不是人的媳妇 后来又认识了我媳妇 女菩萨 她嫁给我真的属于救苦救难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太难谈恋爱了 我说话也太不中听了 前两天我在小区遛孩子 就看见了一个大爷 旁边一个盆 盆里养着一只乌龟 我说大爷 你怎么没养个狗啊 猫啊什么的 大爷说 哎呀 岁数大了 不喜欢养那种 养不上的了 而且养无畏可能把我送走 我说大爷 看您这个岁数 养狗应该也能送走吧 什么话 那天 大爷差点把我送走 跟我媳妇在一起这样 有回我就指着 我的朋友圈里 我媳妇披的 特别厉害的一张图 说 哎 你这姐妹挺好看啊 八个字 犯了两个知名错误 我媳妇说 你仔细看看 仔细看那是我 我说 那你看 你好好批 也不比你姐妹差多少嘛 那天 我老婆差点把我送走 我对她确实挺好的 有一会儿她身体不舒服 我就赶紧咨询了一个 当医生的朋友 朋友说 让嫂子拍张舌苔 发过来给我看看 过来一会儿跟我说 嫂子真牛 我说是得了什么 了不起的病了吗 她说不是 第一次见 拍摄台还在批图的 不会说话就得多干活嘛 家里好多时候都是我做饭 但是我做的饭 在打开那个电饭堡之前 它就是个盲盒 打开有时候是粥 有时候是饭 有时候是活性炭 有一次给我媳妇做了 一冰燃面 真的就燃起来了 孩子还没有见过 烛光里的妈妈 先见到了火光里的爸爸 为了这个 我就给她买了一个 那个自动炒菜机 贼男用 但是我还特别能宽慰自己 终于我不是家里最没有用的了 现在我也算人到中年了嘛 就很多中年人 特别不想回家 就待在车里 我觉得一个好男人 就应该多在家里待着 我就特别喜欢 待在家里的厕所里 我真的太爱待在厕所里了 厕所里安个摄像头 就能拍爸爸 去哪只向往的生活 我甚至在里边 安上了护眼灯 连书房都没有护眼灯 家里来客人了 我就现在邀请他们参观厕所 他们对厕所的评价就是 这么豪华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一个马桶 我老婆老嫌 我在里边待的时间长 就老在外边催我 说你快乐吗 我说我很快乐 后来他为了把我弄出来 就改造了那个制度的马桶圈 他是个工程师嘛 那个马桶圈改造完以后 一到十五分钟 就自动磁水 十六分钟开始磁开水 现在就经常在外表 对我喊话 说里边的人听着 你已经被包围了 放下手机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我也知道你也不容易 外边压力也很大 也很困难 但这不是你走上邪路的借口 还是要面对 想想你的老婆 想想你的孩子 他们也要上厕所呀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池动物 今天我们要聊聊爱情 对 你期望中的爱情应该什么样的 我其实特别想体验那种 偶像剧里的爱情 这个我熟啊 是吗 就是那种恋爱之后 然后发现家族破产 郁郁寡欢流落街头 被车撞到失忆 去医院查出十二种癌症 要输血的时候发现 你的女朋友 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这种吗 这也太惨了吧 偶像剧一般都这种设定了 太惨了 我说的是偶像剧里面美好的一面 比如说 就我们相识在校园的图书馆 我们挑中了同一本书 手指碰到彼此 然后四目相对的那种爱情 太惨了 对 这样陪我演一下好不好 你演这种吗 陪我演一下 好吧 哪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那本 碰一下呀 要碰一下呀 一定要碰 当然要碰一下吧 老公 有人耍流氓啊 老公 有人耍流氓啊 老公 有人耍流氓啊 结婚了吧 要卡这么死吗 当然啊 好巧 好巧啊 你也喜欢这本书吗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我的 让一下好不好 让一下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只有一本了 那给你吧 好的 来回让一下好吗 来回让一下呀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那给你吧 哦 还是给你吧 好的 你这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呀 偶像剧嘛 一般开头都是这样了 哎 邂逅作为偶像剧的开头 确实没问题呀 那接下来 就应该是我们浪漫的婚礼了 那你觉得什么场合比较适合呢 我想找一个特殊点的地方 就是可以追忆青春的那种 哦 这种 欢迎大家来到二位新人的婚礼现场 你是主持人哪 今天二位新人别出心裁的把婚礼 选在了校园操场 谁会在操场上办婚礼啊 你不是要追忆青春吗 哦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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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家属方正 还有这个环节呀 走在方正最前列的 是南方98岁的奶奶 我奶奶太健康了吧 这身JK制服 显得奶奶格外的俏皮 我奶奶太敢穿了吧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 南方前女友方正 前女友还有方正吗 这是一个一乘一的方正 一个人也没必要是方正了呀 你的前女友把她的新婚合理 扔向了舞台 哦 这是什么呀 标枪 她是要干嘛呀 扎 男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娘登场 现在以百米速度向我们跑来的就是新娘 太快了 跑过了呀 噓 又回来了吗 至此 本次婚礼已经过半 接下来进行本次婚礼最重要的环节 应该是那个交换定型信物了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跟我们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啊 今天下一个环节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新娘想要问新娘的问题啊 哦 好的 如果新娘和你妈妈一起掉进大海 你要救谁 呃 救新娘 BB错了 呃 救我妈 BB错了 那到底救谁啊 救救大海吧 这是什么机啊 环保知识 测试题 这个机跟我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吧 接下来有请二倍新娘交换定型信物 哦 好的 南方掏出了她胆结石定制的戒指 钻石 南方从她胆里掏出了钻石 从兜里 南方从她兜里掏出了胆 我为什么要掏个胆啊 小珍 爱情的勇气 从兜里掏出钻戒 新娘偷出了钻戒 有个人尖叫了 戴在了女方的鼻子上 戴手上就好了 好了 有请新娘交换定型信物 哦 哎 这是什么呀 满满的一缸金鱼啊 哦 金鱼 这是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 金玉满堂是吧 哦 不是啊 她只想说 你呀 好多鱼 这完全不是她想说的 是你想说的吧 婚礼到此结束 哎 婚礼之后啊 就应该是我老婆怀孕了 哦 这么快 哎 然后我在产房外啊 焦急地等待 这就迎来了偶像剧的结局 哦 结束了吗 哎 对对对对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哎 我不是医生 我是来送桶装水的 抗枪 没必要演这个角色吧 演个医生就好了呀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放心吧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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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恭喜啊 哦 这是我的孩子啊 好丑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刚不是我说的 是你的孩子 对你说的 孩子怎么可能说话嘛 先生 小心你的 我可以亲他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先生 你拿反了 我怎么可能拿反嘛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我可以去看看我老婆吗 当然可以 这边请 哦 老婆你辛苦了 你瞎吗 我是医生啊 哦 老婆你辛苦了 我是护士 请问你是我老婆吗 怎么 老公 你失忆了 哦 没有 没有 老婆 你看 这是我们的孩子 哇 跟我长得好像 哦 是啊 你看 我们仨有一样的胡子 够了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主题是谈恋爱 我为了谈个恋爱 自然走太多万路了 你知道吗 我之前为了想提升自己的形象 还去健身 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我突然在想 就算我练到了有八块腹肌的程度 没有女朋友我给谁看 对吧 我是无法想象一个男生健身是给自己看的 你们能想象吗 一个男生健身房里面光光烈烈的八块腹肌 晚上回家对着镜子 我可太好看了 哦 I'm so hot 这么好看的东西可不能让别人看见呀 不可能 我要是有八块腹肌 我太了解自己了 我太了解自己了 我要是有八块腹肌 我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有八块腹肌 你知道吗 我太了解了 我从那以后别说女朋友了 朋友都找不着 等等 从那以后拍照撩开衣服拍 喝水喝半瓶倒半瓶 去别人家买水 一瓶水一块钱是吧 三瓶水多少钱 我数一下啊 一块两块三块钱 超过八块我就数不出来了 真的假如说一个男生 从来没有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他腹肌的照片 那他就是没有 真的 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特别 就是没有那么娇柔造作的方法 能让别人看到我的腹肌 你知道吗 我想了很久 有一个可行 就是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着走着 突然衣服化了 然后别人说 吴云辰原来你有腹肌啊 我说 这真的不知名 真的 真的 我找女朋友本来就够难了 在网上那些人还竟教我学坏 说什么跟女生聊天 聊一阵子消失两天 我们先不说这个方法好不好 关键消失两天简单 两天之后你如何重启这个话题 你也没教我呀 吱吱吱打一花花 哈哈哈哈 前天睡着了 网上真的是不能信了 真的网上不能信 我就在琢磨 就是女生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我就发现 女生喜欢的男生 特点都差不多 幽默风趣 干净大方 怎么女生都只喜欢这一种类型的男生 我们男生可是喜欢各种各样类型的女生啊 就是 真的 妹妹可爱 姐姐杀我 我不想努力了 神美不要太单一 最善于发现美的物种 就是我们男人 虽然说我们这个神美不单一 但是说实在的 浪漫还挺单一的 我前阵子有个朋友 说要求婚 跟我说准备了三个多月 到最后他的呈现方式是 在一个草坪上点了一圈蜡烛 我知道 哎呀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些男观众心里想 说这多浪漫 这不很正常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 你听我一句劝啊 姐妹们 就是是这样 在我们直男的世界里面 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点蜡烛 后来他俩结婚了 他俩结婚了 我就当了伴郎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的 隐隐约约 总感觉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了 我们几个朋友 你知道吗 好朋友穿着正装 像是过来看他最后一眼 还抱着他哭 是真舍不得呀 这个人就会消失了 没什么区别 朋友圈从篮球旅游 变成了三天可见 就剩下一条链接 标题是 我们结婚啦 那个婚戒 就像是指环网里的魔戒 戴上之后 整个人就没了 你知道吗 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抱着自己的孩子 My Precious 从那以后也叫不出来了 我从他的好兄弟 好朋友 变成了狐朋狗友 真的 好不容易喊出来一次 我们比他都开心 兴高采烈跑过来说 老婆今天出差了 咱们去上网吧 我说 得老 你能不能坐点 就是说 你好不容易出来 我们去喝酒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就像得了什么婚后PTSD一样 知道吗 就是好久不见 去喝酒吧 喝酒 不能喝酒 不用 不让喝酒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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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喝酒 已经不会了 已经不会了 抽烟 你抽我吧 哎呦 家里不让抽烟 这不是我家 那我回家了 就是 就是这样 我看着 当时我看着他回家的背影 就在想 我说怎么越长大越孤单 合着朋友都结婚去了 不跟你玩了 真的 我相比结婚 我其实 我特别喜欢参加别人的婚礼 我太喜欢当伴郎了 真的 因为当伴郎 不光可以完整地体验 一整场婚礼上的所有开心和感动 还不用你真的去结婚 这个 这感觉很微妙 就像是 你知道 像是参观一座监狱 在里面吃了个饭 放了风 交了几个好homies 等到真正该被关起来的时候 哥们打车回家了 好 接下来我们的男生 谢谢 好漂亮 男性要表态 是不对 我现在是把这些男的都吓坏了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又来录这个脱口秀大会了 真的 这一季就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我这一季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写不进去段子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发现这个事已经不刺激我了 我紧张不起来 因为我前一生里老觉得 我只要随便演一演就赢了 你是吗 我从头就太简单了 你知道什么才难吗 恋爱 恋爱可太难了 恋爱之难 难于上节目 我甚至为了谈恋爱 还去录了一个节目 叫锦衣日可恋 你们看了吗 千万不要看 那个节目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我每天都要出去 认识一个新的男人 我奉劝大家一句话 朋友们 千万不要把爱好当工作 太痛苦了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想到 认识男的会这么痛苦 我跟你说 现在已经到这儿了 就是 就是男人在我精神领域的 这个含量 已经到这儿 就是顶 录到第五个的时候 我都恍惚了 我去问导演 我说我为什么 这么急着找男人啊 不是有一个孩子 等着上户口吗 赶不上小学开学了 然后他们很过分 他们可能想 在这个节目上 多展示一些男的 所以他特别害怕 我喜欢上前几位 所以他就找一些 我绝对不会喜欢的类型 简单来说 就是我段子里吐槽的类型 我才明白 吐槽人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要 不是吐槽这么明白 他们也找不了这么准 谈恋爱可太苦了 这一年我真是没少吃苦 然后 没有没有 但这也真的 只能怪我自己 因为我一谈恋爱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你们平时看到我 你知道潇洒 自由 情绪稳定 可以说世界一切美好的品质 都给予我一人 但我一旦谈恋爱 我就会变得脆弱 多一些斯底里 你知道我们这一年 已经有两个男的 说我说话像穷瑶了 当时我觉得我 杨丽 我说话像穷瑶 给我气的 就马上去看了一下穷瑶写的东西 我发现写得真好 写进我的心坎里 我觉得我就是紫薇 尤其是 当我面对着 我喜欢的男生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说 我真是跟紫薇一样 瞎了眼了 我总是喜欢上 特别差的人 而且越来越差了 真的越来越差 差到什么地步 就这么说 这个节目里 所有的男演员 我都喜欢过 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们也是好的 我为什么 总是喜欢上 特别差的人 因为我总觉得 我最终可以改变他 就是虽然我看起来 特别普通 但我实际上 特别自信 你怎么劝我都没有用 你特别夸张 你说这个人特别差 这个人特别坏 这个人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强强民女还发动战争 我都会说 那是因为之前 没有遇到我 快别废话了 快让老娘去点话她 就是 我就想奉献我自己 你知道吗 夸父逐日 女娲补天 杨丽嫁人 我觉得啊 我谈恋爱都快谈疯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再这样下去 我挣的这点钱 将来都得被男的骗走 我再也不谈恋爱了 我再也不谈恋爱 我不追求恋爱了 我准备结婚了 我受够每天那种 在家里就是 患得患失 你想着说 她到底爱不爱我 我想过那种 很确定的生活 就是每天在家里 就是心里想 我确定她就是不爱我了 但是她再也甩不掉我了 很踏实 而且结了我以后 我再也没有之前的痛苦了 我再也不用认识新男人了 我真的每次 我真的受够了 再去听他们嘴里 那些我根本不感兴趣的 无用的知识 我还要假装很感兴趣 你知道吧 就为了让她开心 最后对自己造成 很严重的心理创伤 只能喝酒来麻痹自己 我非常擅长这一点 就是你很简单 就是不管她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就说 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讲讲嘛 哇哦 好厉害啊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不敢再给我来杯威士忌 都一样 咱们女人啊 到哪儿都得伺候人 说到这儿啊 我还是想和大家说一句 我前面说的这些啊 都是胡说 我真的是非常向往和恋爱和婚姻的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年 我所有人生都太顺利了 我需要一些挫折 就是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 好像都有点太简单了 我觉得我好像脚永远踩在地上 就是你可以总结规律 所有工作你越做越好 然后你可以趋利避害 但我特别希望 我人生中还有一种情感 就是能帮助我 不是考虑利益 就是能帮助我超越 我性格里的自私和懦弱 达到一种 就可能是某种 有力量的永恒吧 我也不知道 然后有一次 我就把这句话 跟我一个喜欢的男生说了 我说 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谈恋爱 我是喜欢那种超越的感觉 然后他也特别认同 他说对对对 我也很喜欢杨超越的感觉 行吧 那就祝福你吧 希望杨超越也能喜欢你的感觉 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也像我一样瞎了眼的话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千花 谢谢 刚刚你手处处很好听吗 好听 谢谢 你当邀请我来参加他的节目 我其实很开心的 然后我在心里面想 好简单 只是可能唱一两首歌 爱情 关于爱情就可以 但是他跟我说 他非有我讲脱口秀 我说大哥 我这样子的普通话情度 肯定会死的 没有啊 这个最好笑的点 好 你当你马上给我猜一首 约语歌 你看看 谁好笑 初初吻你现在来一个吧 美食商 鸭门饼铛都总生 好谢谢 谢谢 其实今天 就是让我来聊爱情 大家应该就想提一下 我的另外一半 张志明 对吧 当年的《志明与春娇》是一个很火的CP 但是我老公呢 就说这部电影呢 我其实是用一部恐怖片的信他去看 很明显他七处了 然后他就问我 哎 你还会拍《志明与春娇》吗 我说不会呢 你不要七处 我不会拍了 但是我会拍《志明》 如果有看过做教务的男人 应该都认识我老公丁先生 虽然我们在节目里面 每天都是骂男骂去的 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是夫妻相处最完美的状态 哇 也没有那么完美啦 我们只不过是找到了 怼的人 不是我普通话不好 我们是真的互怼的那个怼 我们都是一直这样子相处的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他说话很直 他说 你要换一个造成师 你要调理身体 你看你的脸肿都不行啦 他当面批评了我三个小时 你记得是第一天的约会哦 哇 我从来没有遇过 那么特别特别的一个人 当时我就想 我很想去亲他 因为 我一吻 变杀一个人 还有一次 他跟我说 千话你现在唱歌 你的Key太高了 我们现在去KTV 都唱不到你们的歌 我跟不上了 你远离观众了 哇 大哥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神奇耶 这代表我有进步啊 对不对 神经病啊你 不是 你的中低音比较好听 神经病 哎呀 就是这个 这个是最好听的 你们觉得是真的好听吗 中低音好听吗 我的中低音 真的好吗 我先尝试一遍好不好 有机生活有经典 生活就有多少点 虽然我的声音低 但是经典有机奶 营养高哦 好可爱啊 巧妙 他神经的地方 还有很多 有时候跟我说话 只说几个字 比如说 今晚吃饭 七点半 铜锣湾 哇 大哥 铜锣湾那么大 怎么找啊 其实我昨晚 有叫他一起过来 录这个节目 然后他说 好啊 没关系啊 我过来啊 在哪里了 七点半 上海 他现在都不知道 在哪里了 我们就是这样子 吵吵闹闹的 走过了 十几年的婚姻 婚姻真的是一条 很长的路 找到对的人 是很关键 那什么是对的人呢 其实是 可以跟你说真话 会吃醋 包容你的缺点 让你做更好的自己 有的人 有的人失恋 几次就怕了 不想再结婚了 其实我曾经 都是这样子想的 但后来还是 让我遇到丁生生 我就明白了 所以还是要给自己 多一点机会 多多谈点爱 不一定要处处吻 但是 可以处处看 我孩子今年九岁了 我希望他长大以后呢 就可以快点谈恋爱 然后就希望他尽快 经历了一个失恋 为什么呢 我希望他在他的 经历成长当中 可以更加了解自己 真的会找到一个 对的人 幸福生活 这就是我 一个中年校女的祈祷 谢谢你们 我是杨强化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苏文智 谢谢 谢谢 刚刚接受了 这个哲学的系列 咱们来点没有文化的 最近写不出来稿 压力特别的大 朋友们叫我出海玩 我也没有心情去 他说来吧 海水可干净了 我说海水再干净 也没有我的稿子干净呀 他说你不出来 在家里憋着 也写不出来 还不如出来看看 我说我在家里写不出来 至少不会跳海 当然现在压力再大 也没有我刚到上海的时候 压力大 生活成本太高了 有一次我的脸过敏 就去药店买那个 红莓素软膏 我们老家都卖 一块钱一管 我进去之后 医生跟我说 三十九块九 这么大一管 比我小时候的大十倍 我说怎么 我长大了 他也长大了 这该不会是 红莓素的家长吧 觉得太贵了 我就问医生 你看 我这个脸也不大 能不能散麦呀 医生说 还想散麦 你脸怎么那么大呀 我看你这个脸 我想贱麦 我就犹豫着想走 医生说 你别犹豫了 快买吧 从你进门之后 你的脸越来越红了 再不买 红莓素可能就治不了了 但其实医生不知道 我后来脸红 不是因为过敏 只是因为窘迫和尴尬 我那会就明白 为什么人在窘迫的时候 会脸红 那是生活打了你一巴掌 这么窘迫呢 是因为我那会没有工作 那个时候可以说脱口秀 就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呢 就全靠之前的积蓄维持着 有一天 看了一眼积蓄 感觉应该活不长了 为了延长我的脱口秀生命 我把每天活着的成本 压缩到三十几块钱 演出完 根本不敢打车回家 打车回家 虽然可以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会浪费三天生命 不敢乱花钱 甚至有一次 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 一块逛街 你们也太没有见过世面了 逛街 就逛街嘛 夏天 热的都不行了 我就冲进便利店 拿了两块雪糕 准备降降温 一问店员 一块三十八 降温效果确实好 听完 我后背发凉 但那个时候 我太穷了 当着女生的面 我跟店员说 我们不要了 气氛直接就降到了冰点 说完就感觉 我耳边环绕着一个声音 你是不要雪糕了 还是不要爱情了 还是不要脸了 我说我都不要了 我要活着 然后我就放回去了 跟那块雪糕 一块放回去的 还有我那张滚烫的脸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那张脸就丢在了中山北路 那家便利店的冰柜里 直到后来 我入职了效果 发了第一笔工资 我觉得 是时候把那张脸赎回来了 打车去到那家便利店 那是一个冬天 我顶着刺骨的寒风 冲进去 拿了一块雪糕 我都没问价 结账 他说58 我说 这个怎么数晚了 还有利息是吗 当时就后悔了 冲动了 今天就不应该打车来的 最后还是买了 为了多享受一会儿 小人得志的快乐 那个雪糕 我都舍不得吃 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捧在手里 怕话了 含在嘴里 怕话了 当时就是怕话了 握着冰凉的雪糕 感受到的 全是生活的温暖 当时在寒风中 我举着雪糕大喊 失去的 我一定会拿回来 何广志 从此你也游泳了 生活的话语拳 说完 咬了一口 把嘴沾上了 寒风中 我身体的温度 再一次降到了冰点 那会儿压力很大 很多人都会选择 养只宠物 来陪伴自己 我去宠物店 看了一眼价格 发现唯一能买起的 就是豆猫棒 压力更大了 当时看那个豆猫棒 我都心动了 我说这个豆猫棒 好像也能缓解压力 到时就有一种感觉 是我不配养宠物 就那宠物店的宠物 住得比我都好 它们都是单尖 独立猫沙盆 我还得每天跟室友抢厕所 我感觉 它们如果谁跟了我 得多倒霉呀 店员还跟我介绍呢 说这个猫就是可爱 这个猫呢聪明 这个猫呢就是活泼 我说 就有没有那种 能吃苦的呀 心理素质好的 能接受猫生大起大落 还能自己抓老鼠的 朋友说不行 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 但流浪猫 它们也不跟我走 因为吃得比我好 就每天会有人 投喂它们猫粮 我带着吃剩的麻辣烫去 刚放在地上 就被阿姨拦住了 是垃圾扔在那一边 我感觉就算是我 带回去看一眼 它们第二天也得跑路 走的时候 可能还得说哪去 我倒不是多么热爱自由 我们流浪猫 吃不了这个苦 好在流浪猫 吃不了的苦 我能吃 谢谢大家 我放这 谢谢 大家好 我刘老师 这两年发生的事太多了 导致去年 我在高速上出了个车祸 我都快不记得了 当时是 那天是我刚从杭州 参加完一个时尚活动 回上海 追尾了 就腿磕到了一点 当时摸着我的腿 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我红毯走得太多了 遭天遣了 感觉策划这场车祸的 不是命运之神 是时尚之神 让这小的知道 这条路不是有腿就能走的 当时是对方追尾的我们 但我是那种特别怕事的人 我看到那个大哥 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怎么开的车 我直接就道歉了 我说不好意思大哥 是我们开得太慢了 耽误你超速了 说话间 大哥把我认出来了 说哎 你是不是那个何广志呀 哎呦呦 这追尾追的 还追了个星 很热情 最后大哥还让我给他签个名 我没签 因为我怕他那个白纸 翻过来是责任认定书 那天之后我就决定 我以后不能再当一个老实人了 就因为我好说话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 比如我的朋友找我借钱 我也不会拒绝 但我也不全借给他们 我会选择借给他们一半 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规律了 现在找我借钱不说数了 他说他要干啥 他跟我说 他说借钱去健身 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跟他说 哎呀 这个我最近手头也有点紧 你要不就先只练腿吧 我开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健身 后来我明白了 他越练越壮 练着练着 我不敢找他还钱了 在这么练下去都不用借了 可以直接抢我的钱 由于长得老实呢 在人群中我还经常被问路 甚至有一次 我就是去人群中问路的 都被一个阿姨拽着 哎 小伙子 七号线怎么走呀 我说阿姨 这个我去帮你问一下 朋友说被问路 就是因为我这个面相 看上去就是那种 我会拒绝的人 我说那我这个面相 看上去也不像认识路的呀 就这张脸除了老实 更多的是迷茫呀 就一天问我好几次 七号线怎么走 我不知道就很自责 我就特别想冲上去跟他说 我说我知道八号线怎么走 你想不想问呀 就是我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问我 因为我就是不知道 也不会瞎指嘛 我就真的亲眼见到过 一个大哥 同一个地点 他先后给四个人 指了四个方向 也不能说啥 因为大哥那天 至少帮助了其中一个人 我因为长得老实嘛 还经常被插队 我前几年坐火车 排队取票嘛 那个队伍就很长 就挡住过道了 然后就会有人想 从中间借过一下 基本上都是从我这里借 更有甚者 他借过借过 借完他不过 就直接站在我面前了 就那个时候 只要有人插队 基本上都会选择我这儿 就感觉他们看见了我 就像是看见了这个 工序良宿的漏洞 快来插队呀 这里有一个人性的缺口 每个人插队的理由 也都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每一个赶时间的人 他的时间 都是刚好卡在我前面 就合适了 这是长相的问题 我长得就那么正点吗 有时候点外卖 那个商家犯的错误 我也不会拒绝 上次我点了个蔬菜沙拉 拿到的时候 订单上面贴了一个爱心便签 上面写着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哦 我一直都在关心着你 我打开之后 老板忘放酱了 我心想 这是真关心我呀 这是怕我胖呀 平时这种事 我都不打电话 因为也能吃饱 倒不是说我饭量小 因为除了吃饭 我还吃了一个哑巴亏嘛 就是 一般少送的时候 我都会劝自己 哎呀 就这样吃吧 但是这个蔬菜沙拉没有酱 很难就这样吃呀 我就鼓起勇气 打过电话去 讨个说法 结果说着说着 我自己给自己劝住了 我说老板 好像少送了份酱吧 但是你现在送过来 也确实太远了 给我退钱的话 也确实不值当的 老板说 那你想干啥 我说 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再忙 也要记得送酱哦 最后啊 关于 我不会拒绝这个事 我想说一点就是 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来追我 因为我不会拒绝 为什么来这么一句 听懂了吗 千万不要来追我 谢谢 我是傅王 谢谢你们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雄 这期我们来聊聊恋爱 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 很爱问一些送命题 我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前女友 她突然问我 她说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我说不会 就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呢 因为 你能得到的答案 只有不会 没有哪个男人 会说实话的 对吧 不可能他问我说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看情况吧 事事难料的嘛 你有好的介绍吗 还是 不可能 女生 她们有时候问问题呢 真的不是作 就想你哄一哄她 她可能要耍个赖 或什么的 你就哄一下她就好了 很简单的 有一次我前女友 她下班之后 她问我 她说 哎 好烦啊 你说为什么老板 会拒绝我的方案呢 我以为她真的 想知道原因 我就直接说 我说 因为你的方案不行啊 你看这里就不对 得改 过了十分钟 我就跪在地上说 是我不对 我改 太蠢了 男生不要这样子 不要去解决问题 女生 她这个问题的背后 是在骂某个人 你就跟着她去骂就对了 男生要做了 真的很简单 对吧 比如女朋友下班了 跟你抱怨 说 哎 好烦啊 你说为什么老板 又拒绝我的方案 她就是有病 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我下期间 我会帮你打她 然后女生就会 哎呀 没必要了 没必要 没必要 哎 跟老板也没关系啦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今天来了个新的女同事 她肯定也有病 虽然我没见过她 但是看她不顺眼 真的 下次见了 我就帮你打回她 真的 真的没必要这样子吧 也有可能 就是我的方案不太行吧 我就 这是你自己说的 她还爱在一些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问我问题 很烦 有一次我跟大家 去看一个动画片 叫彼得兔 你们看过吗 可能有 里面有一段情节 就是一群兔子 他们在讨论 要爬上一棵很高的树 然后就爬上去了 看到这里 她居然问我 她说 哎 这有点不合逻辑了吧 兔子怎么会上树呢 就我都崩溃了 我说大姐 这群兔子都会开口说话了 你还管她上不上树 他们甚至可以去上坟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她还会问一种题 我称之为细节题 就是你得回忆起 你女朋友的点点滴滴 对吧 有一次她突然问我 她说 你还记得我的星座吗 我当时突然忘了 但男人是很嘴硬的 我们不会承认自己忘了 我们会做什么 拖延时间 赶紧回忆 拖延时间的方法就是 不断重复女生的问题 当时她问我 她说你还记得我的星座 我就 你的星座 你问我你的星座 在一起这么久 你居然问我 你的星座 我脑子在想 她什么星座来着 我只记得她的生日 是10月29 但我忘记什么座 她说你是不是忘了 我会忘 你说我会忘 开什么玩笑吗 10月29 还能是什么座 还能是什么座呢 我还是没想起来 她说如果你真的忘了话 我恨你一辈子 我说天蝎座 虽然我不信星座 但是天蝎座是真的爱记仇 水瓶座最爱流泪 对吧 真的 虽然我刚才吐槽了很多 好像女生会问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 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女生问问题 是真的能问出点东西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 你的男朋友 在不断重复你的问题 那就是心虚的表现 你回去 就可以问一下她 你跟这个女的什么关系 这个女的 我跟这个女的 你居然问我 跟这个女的 什么关系 八成有关系 真的 如果她开始反问你 那你觉得我跟她 能有什么关系啊 九成 如果她甚至开启了玩笑 说 行行行 我跟她关系不一般 行了吧 百分百 真心话 就是通过开玩笑 说出来的 谢谢大家 我是大总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海元 最后一组淘汰赛了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跟我们脱口秀的天花板 周奇墨老师 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选的新人 相当于去年的杨文恩 我们三个分到了一组 分完组之后呢 我就完全不担心我的出现问题了 我最近的心态都非常的好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坐以待毙 真的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已经不亲自谈恋爱了 他们喜欢看别人谈恋爱 你们有人喜欢磕CP吗 有 对 真的有些人磕CP 真的磕得特别的投入 天天追着人家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 真的很难收场啊 真的如果自己磕的CP 磕到一起了 比CP本人在一起还要激动 哎呀 磕到了 磕到了 好甜 好上头 我命不要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祝祝幸 什么话这都是 真的这么说话啊 真的吗 就把自己杀了 给别人祝祝幸 我都不知道是磕到了哪里 磕到了要害 真的我们磕CP磕得如此的甜蜜 如此的上头对吧 但父母给我们吹婚的时候呢 我们又非常的反感 可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仔细想想 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吹婚啊 因为他们也喜欢磕CP 所以难怪他们看到你跟谁在一起都觉得特别的合适 天天追着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 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婚礼 本质上就是我们父母 大型磕CP成功的现场 因为父母会叫上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起来现场 分享他磕CP成功的喜悦 就是你们这边磕头拜天地 他们在旁边 哎呀磕到了磕到了 哎呀 好甜好上头啊 你们家的猪都上头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猪猪性 当然磕CP属于望眉止渴了 对吧 恋爱还是要亲自去谈的 因为你不谈恋爱 别人就会给你吹婚 你们有人被吹过婚吗 真的被吹婚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有一些吹婚的理由非常的离谱 因为他们会跟你说 你不结婚 以后死在家里都没人发现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都已经死了 我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我的第一需求 居然是被人发现 我有那么需要被人发现吗 我是一个宝藏吗 还是说我死了之后 家里会留下一个舍利子 把这个垫子给同我来摆下 好像被人发现就亏了 他们好像死了之后 被人发现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 你知道吗 隔壁那个王老头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他这么好厉害啊 虽然他生前一事无常了 但谁能想到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你看他这辈子都没有白活的 你看你不结婚死了就没人发现 当然这样的吹婚理由呢 是没有办法打动我的 对因为不就是被人发现吗 这能有多难啊 我觉得我临死之前 肯定会给我的好朋友 程璐打电话 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 这么客观吗 我会跟他说程璐快 我快不行了 马上抬我去全上海人最多的地方 人民广场的乡亲角 我就要死在那里 我要死在那些吹婚的人面前 让他们看一看 我死了之后是有人发现的 而且是他们亲自发现的 我要死在他们这个爱情的坟墓里 真的为了应付吹婚的压力 我也曾经象征性地参加过一些相亲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相亲活动 其实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次去一个相亲活动 遇到了一个H2 然后我们见面之后 坐下来就开始聊 他就开始问我说 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你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 有什么样的规划 真的巴拉巴拉 说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站起来跟他说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说 有消息了吗 我说有一个好消息 他说什么好消息 我说瓜子二手车升级了全新的购车方式 试开七天不喜欢 还能免费退 这个商务值得一个掌声 当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合适 因为不喜欢瓜子二手车的 我们不可能合适 我参加这个节目三年了 这是我念的第一个商务 原来念商务的感觉这么爽 比恋爱还要爽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李安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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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呢 这个有个主题啊 是恋爱我想和你谈谈 其实我想说的是 恋爱综艺我想和你谈谈 我去年上了投票大会之后呢 有恋爱综艺找够我 然后当时经纪人跟我介绍 他说这是一个艺人和素人 谈恋爱的节目 那么我说我作为艺人来说 还要多了解一下 对不对 我说那这个节目 有多少个素人呢 经纪人说 加你一共三十个 我说行吧 然后当时又联系到导演组 导演组给我介绍 这个什么节目 这是五位女艺人和三十位男素人 的一个恋爱综艺 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五位女艺人和三十位男素人 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个平等的恋爱节目吗 这不是女明星快乐屋吗 也不见得快乐 然后没有去啊 我就开始看恋爱节目 这两天真的非常多恋爱节目啊 现在恋爱节目真的很假 我很难代入进去 因为找的都是一些俊男美女 工作体面身心健康 这种人怎么可能是 谈不到恋爱的人 就照着我这个刻板印象来看 我觉得他们不伤害别人感情就不错了 而且之前确实出过事 上了一个热搜 当时一个恋爱综艺啊 两个素人在一起之后 发现这个男的 跟别的女生聊七七八八的啊 然后被网友一顿捶 当时我都蒙了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素人人设 还能崩的 我觉得节目组啊 如果真的想为我们这种老百姓 做点实事的话 他就找一些那种单身很久 母胎solo 渴望爱情生活朴素的 比如我的朋友何广志 解决一下社会问题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恋爱综艺真的太气人了 你知道那些人都太会演了 我太生气了 我跟你们讲 我有一次看个恋爱综艺啊 一对男女去逛超市 当去冷藏区的时候 那个女生准备打开冰箱 拿一个东西 那男生突然说 你等会儿 你离冰箱远一点 不要冻到你 我说等会儿 我说什么叫冻到你啊 我说这个女生是不会使用冰箱 是吧 如果你不说的话 她就马上进冰箱里了 是吧 她说你走吧 我到家了 我怎么想呢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女生过两天呢 就真的感冒了 只能说巧 对吧 然后男生第一反应就是开车 然后出去买药去了 这种节目一般都是观察嘉宾 观察嘉宾看到那个镜头都疯了 他说啊 他也太甜了吧 我说哪儿甜了 我说这不就是卖卖棋手吗 那个观察嘉宾很大的责任 就是烘托现场气氛 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的时候 他们就会讨论 他说现在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 他们的感情很容易急速车门 我说你放屁 屋里还有几个圣像大哥呢 没有错 不然会怎么有这么多镜头啊 你知道 我觉得现在的恋爱节目 跟我小时候看得太不一样了 你知道 我小时候看的恋爱节目都很真实 我小时候看的是《非诚勿扰》 你还觉得那个 你还记得那个节目有多真实吗 就是一个男生上来 说大家好 我是 没等这个男生说完 那女生说 这也太丑了吧 就把灯摁了 你知道吗 然后随着那个男生介绍自己 然后听到那个 然后直接开始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你才多真实呢 而且我觉得 现实中的爱情 不会像恋爱综艺那么做作 你知道 因为现实中的爱情 都是互相折磨 之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女朋友突然有天问我 她说小北 最近发明出一种 能够让男人体验 分娩痛苦的仪器 你要尝试一下吗 我说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没听懂 你知道 我就上网上查 然后弹出来 第一个词条写的是 男子体验分娩痛苦 痛到发抖 女朋友在旁边感动到 泪流满面 我心想那是感动的吗 应该是笑出了眼泪吧 你知道 我还问我的女朋友说 为什么要让我舔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那么疼 我女朋友说 让你舔这个东西之后啊 你知道我们女生 有多不容易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姐妹们 我们男生体验之后 第一反应 不会觉得女生有多不容易 我们只会觉得 还好是个男的 我下辈子还要做个男的 我要做男人forever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让老公舔那个东西 男人那个德性 你们还不知道吗 没有体验之前 你老公陪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的旁边问 老公你知道我都痛吗 你老公说 宝宝以后加倍对你好 所有包都卖 所有家务都我做 假如体验之后 你旁边问 老公你知道我都痛吗 我知道啊 而且这次疼了之后 你得到了一个宝宝 上次我疼的时候 只得到你的嘲笑 你看 就是现实中的这种爱情 确实残酷啊 然后折磨啊 没有恋爱尊艺甜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勇敢地在现实中谈恋爱 因为生活中体验了真实的痛 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彩琳 你说我不是拓舞秀演员 本来告我接杨丽 我就够紧张的了 结果一看接的是癌症 谈的恋爱啊 我就谈过一次恋爱 就是和我现在老公 这是好事啊 他为啥选择我呢 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身没有毛病 真的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亲爱的 你真美 然后我就翻出了刘亦菲的照片 我问他 那他呢 我老公说 一般的 太白了 你要是长这样 我可不找你 我说我要是长这样 我也不找你 我比刘亦菲好看这个事 上铁岭热搜了 很多人听说 他的这个事 都来嘲笑他的眼光 但是我老公 无比坚定地说 你们不要嘲笑我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 他不光审美 他啥事都不一样 他第一次来 跟我家人吃饭 他第一次来跟我家人吃饭 第一次来东北饭店 第一次用电动转桌 他就相中了眼前的锅包肉 刚要讲 桌子转起来 锅包肉走了 我看他眉头一皱 我以为他能等着锅包肉再转回来 没想到 他拎起他的盘子 跟着我就跑了 我妈以为他要来敬酒呢 他看我妈站起来 以为我妈要跟他一起煮一下 那天那顿饭呢 锅包肉到哪 他到哪 他还不咋会用筷子呢 好不容易追上了 没等夹起来呢 又转走了 没吃着猪肉 光看竹炮了 他讲故事的能力真的很强 还有一次 他来铁岭上公共厕所 一开门是个蹲便 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蹲便 进去之后 他迷路了 向我发出了视频邀请 我以为他最多是分不清朝前还是朝后 我没有想到他最后的选择 居然是朝右 你以为我会纠正他吗 不 我没有那么爱他 然后他就问我 接下来我怎么办 我说接下来你蹲下去 他说我不会蹲 我当时不知道外国人 不会蹲你这个事 我说蹲着还能不会呢 双腿弯曲 重心下沉到极致 然后我就看着我老公 面向右侧 跪下了 我说你上个厕所在整这么前程呢 然后他就在那捣鼓 这种蹲法我可怎么保证裤子的卫生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想来想去 他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啊 一个二百多斤的大白胖的 累得满头湿汗 衣服全挂门上了 这门呢 还没有锁 这时候就来个老头 老头一开门 一到白国 我在外边就听见里边一声惨叫 什么玩意这是 谁在厕所堆雪人 老头出来我赶紧跟您道歉 我说大爷对不起 雪人是我对象 老头说 那差不多赶紧结婚吧 再等雪儿该化了 后来有一次 我还跟几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 吐槽我老公这事 我说你们敢相信吗 他居然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挂门上了 他们说 不然呢 你们脱了是放直楼里吗 我才知道 他们也脱了 他们也挂门上 但是只有我老公 炒幼 不愧是我的Mr.Right 哇 这人票给谁搞 我老公干过这么多的傻事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笑话他 他就是一直那句话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这个精神教会了我自信 教会了我怎么面对人生的尴尬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现在我对我老公那可真是 捧在手里怕碎了 放在厕所怕化了 这次来错误修大会 第一轮我表现得不好 那头给我投个倒数第一 我老公安慰我 我说没事 不丢人 以前挑战的刘亦菲 现在面对的李淡 只要有你的支持 我就比他们强 我老公说 对 刘亦菲就是不如你 但是实话实说 李淡确实是比你好看 谢谢李淡亚菲 大家好 我是何旺志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准备好了吗 我要对亚军发起冲击了 最后一期了 然后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一名错误演员 小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能干这个 小时候老师问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大家都想成为科学家 发明家 天文学家 轮到我 我说我想成家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没有实现各自的梦想 但他们都实现了我的梦想 有的人甚至还实现了两次 当然那会儿也有其他的答案 就那董事的同学主动站起来说 老师 我长大了 想当一名教师 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 我心想这小子 就是有道长老师的天赋 当时就教会了我做人 小时候有两个梦想 第一就是当宇航员 第二就是当小卖部的老板 因为你上课刚幻想完 什么火星 土星 金星 谁的引力更大 下课之后就发现 引力最大的还是小卖部 小科学家 小宇航员 全给吸进去了 小天文学家还说呢 你看这个辣条 真是辣的人 眼貌金星呀 后来长大了就得找工作嘛 我的第一份工作 跟卫星还是有点关系的 电话销售 卖保险 也就是在那会儿我发现 我有当喜剧演员的天赋 因为每次打电话 基本上就那么几句话 你好 人生常有苦难 别让自己留有遗憾 我们的保险与您相伴 非常期盼 一般第四季说到一半 他就挂了 我心想我说了个啥呀 三句半 我们那会儿培训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结尾一定要说一句 祝您生活愉快 但没有人有耐心听完 我耗面子 对方挂了 我还在那对着空气继续演 我说明天下午联系吧 上午我比较忙 祝您生活愉快 然后同事都跑过来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为什么我说就没有人听呀 我说诀窍就是 你不要太把客户当回事 你就当他们不存在 培训的时候 老员工跟我说 电话销售 没有技巧 就是硬着头皮打电话 拒绝了你还打 拒绝了你还打 我一听啊 骚扰电话呀 我可太擅长了 上学的时候 我给你同学打个电话 哪怕就是正常问个作业 他都会说 我有喜欢的人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但骚扰电话这个 我只擅长骚扰 并不擅长电话 有次打了打了 客户突然问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都有什么业务吧 我一下就不会了 我说 我是新来的 我现在只学会了骚扰 就挂了 他又打了过来 我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当然做这个工作 内心很矛盾 因为在我听来 对方说我不需要 就是明确地拒绝 但领导说 客户说他不需要 但其实他需要 你只要连打三次 他的想法就会改变的 领导说的没错 打到第三次的时候 确实 他不说我不需要了 他开始骂人 你要不要脸 我说我不需要 我干电话销售那会儿 几乎天天挨骂 而且公司对我们 每个月的通话时长 还有考核 时长越长 奖金又越多 玩不成的话就扣钱 扣了一个月的钱 我心里就开始扭曲了 我经常就是一边被骂 一边又舍不得挂电话 他一骂我 我赶紧呛他一句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呀 我说那你具体说 到底有什么病呀 后来我身体就寄了一个 爱骂人 还爱接电话的手机号码 只要通话时长不够了 就给他打电话 越打越气 越气时间越长 当时那一串手机号码 就是我最早的财富密码 而且你以前被骂了 也不敢跟领导说 你跟领导说 领导只会再骂你一遍 你现在被骂了 你跟李淡说 你说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李淡根本听不到 因为骂他的声音太大了 他顾不过来 最后呢 我也很感谢 电话销售那个职业 不需要我 我才有机会 站在这里 虚虚叨叨地讲这么多 还没有人打断我 还没有人打断我 谢谢你们愿意听我 讲完最后一句 祝你们生活愉快 我是何王志 谢谢 大家好 来 董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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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了这个主题赛了嘛 然后今天呢 所以我就打算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生活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 怎么说呢 就是跟往年一样 我们的主题是 躺和卷怎么选 在感情上 我现在是卷也卷不过 躺的话 又不甘心一个人躺 我觉得没有谈过恋爱 这个事不能赖我 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两年网上 好看的女生越来越多 就是他们已经好看到 影响我的生活了 就看完他们 导致我找对象的眼光 越来越高 跟你们形容一下 我未来女朋友的样子吧 身材火辣 肤白貌美 能歌善舞 厨艺高超 我朋友听完之后说 我觉得还差一点 还差一个双目失明 不瞎的话 凭什么 看上你呀 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就很难 因为一个人 在双目失明的同时 很难处以高超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平时接触到的 全是一帮直男 就比如我跟他们说 我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我不咋会 跟女生沟通 他们说 那没事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给你介绍一个课程 叫沟通的艺术 我说我没有对象 你不得给我介绍对象吗 你给我介绍艺术干什么呀 你得给我介绍艺人呀 他说 他说受之隐喻 不如受之隐喻 这是从根本上 替你解决问题 我说从根本上 替我解决问题 是不是还得给我 介绍一个整形医院呀 你看看 广志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自知之明 我说哥 你这个沟通风格 是从那个艺术里面学的吗 如果是少学一点吧 学艺之前 先学做人吧 好不容易 公司组织团建 去迪士尼 全公司的女生都去了 结果刚进了园区 这帮直男 就给我拉走单独行动了 理由是 女生走得太慢了 我都懵了 她们走得还慢吗 那为什么我追了26年 一个都没追上呀 我就问 咱走这么快 干什么呀 把我带到了旋转木马面前 已经做了攻略了 这个点做人少 我崩溃了 受我鱼 你倒是把我 往鱼塘里带呀 我学了一整天 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第一个对象 是马 然后一群飙形大汉 就开始做旋转木马 人均两百多斤 长得有人高马大的 还有人高笔马大的 所有的港都小了 把那个小马给骑的呀 当时 坐上去之后 都看不见马了 遥远一看 两块肥肉夹着一根杆 在那里绕 跟个烤串一样 别的马都是在上升下降 它那个马就感觉 一直在下降 下降 下降 把马都快撸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下来吧 我本来幻想的 这是弥漫着荷尔蒙 现在被你整的 全是自然味 后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 花车游行的时候 全员的人都去看了 我说咱是不是也该去了 对 咱是去开牌海盗船了 因为这会儿没人排了 排的时候 记得用手机 再排一个雷鸣山漂流 这样等会两边就都能玩 我都气笑了 这帮直男玩得挺刺激呀 一个女生都没有 愣是给我玩出了 脚踏两只船的感觉 确实像我这种 太久不谈恋爱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 这个人特别渴望恋爱 就比如去年 杨蒙蒙在节目里面 求婚的时候 不是好多人都哭了吗 我也哭了 杨丽磅礴哭 弹幕都刷 他俩被感动了 镜头转向我 何广志留下了羡慕的泪水 我不至于羡慕到哭 我当时也是感动 果然讲脱骨秀可以找到女朋友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小北凑过来跟我说 俩人真不容易 在杨蒙恩讲脱骨秀之前 俩人就在一起了 我当时感动的就哭了 眼泪流进了嘴里 又苦又咸 这也算是尝到了爱情的味道吧 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好在我把这些都写成了段子 哪里有天才 我只是把别人约女生喝咖啡的功夫 都用在这写稿上 我竟然就是要卷死各位啊 谢谢你们 何王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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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何王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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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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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知道 谢谢 谢谢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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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最近刚发的新专辑 可以去听一听 在封控的前一个月 我租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足足72平 就是现在想想 那可能是我租过 就是最值的一个房子 每天就在家里躺着 就没有出过门 都值麻了 我当时呢 是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同时看上的那个房子 老板呢 出的钱比我多 但前提是得先算一挂 就如果风水好的话 他甚至可以加钱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 哥 你说的那个 不叫算卦 那个叫画饼 房东说 没办法嘛 他生意人 他就是信这个 我说 哥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信 就如果算出来 他不要的话 我也不要了 房东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低价租给了我 然后在我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大哥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多出一千块钱 我那房东人特别好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然后都签完合同了 那个大哥还不死心 又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再多出五百 当时 别说房东了 我都心动了 我说 哥 不行 这个价格我租给他吧 我那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是新装修的 就是又大又新 就我刚一搬进去 就立马邀请了一些 就是贫穷的朋友 去我家里玩 带他们在我们家 就是逛了一圈之后 就你听我这个用词 就逛了一圈 就以前我们家 别说逛了 翻个白眼就全看到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 真的特别的小 它小到什么程度 就你每次推门进去之后 那个床和桌子 椅子 柜子 就把整个空间 都给塞满了 我当时就感觉 我住在了一套 蹊跷板里面 有一次我给家里 调整了一下布局 我进不去了 很屈辱 所以现在每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 住要租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要把我当时住在郊区 丢失的尊严给找回来 就我现在住的是两室嘛 就一个卧室住我 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 然后我朋友在我们家 逛了一圈之后呢 说不行 说你这房子刚装修的 屋里有甲醛 刚进来一会儿 我鼻子就开始酸 我心想知道你酸的是甲醛吗 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在酸我 结果到了第二天 我也开始鼻子酸了 然后就赶紧去网上搜了一些 出甲醛的方法 就是买了碳包 也放了绿植 还叫了一些肺活量大的朋友 去家里玩 给忽兰发微信 你叫上王建国 给你吃的干干净净净 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 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 先玩着 等他们玩得呼吃带喘的 再在他们参观 这个是房东新打的衣柜 趁着新鲜多看两眼 他们说广志 你是不是没见过衣柜呀 我说不一样 我这个衣柜谁看谁迷惑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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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了一圈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都快没有反应了 只能眯着眼睛问 你这屋里是不是有甲醛呀 我没事 就快没有了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 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其实是很累的 你看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阳台 它就特别适合一个人悲伤的时候 就在那里缓解一下情绪 我为了不浪费房租 每天每天会尽量抽时间 让自己悲伤一会 有一次 憋了很久 终于悲伤了 特别高兴 赶紧抬 赶紧抬头冲向阳台 结果发现 从卧室要到阳台 有足足8米 有足足8米 房子这么大 直到有一天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房子 那天叫了好多朋友去我们家喝酒 李旦也去了 李旦进门之后第一句话 广志 房子挺小 人很热情呀 我当时就想 我也没让谁站着呀 虽然有一点急 但是每一个人都坐下来呀 你在说人事都坐下来 但是坐下之后站不起来了呀 他说一个真正的house 你叫人来喝酒 你得是能走动的里边 你得是能蹦 能跳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叫Lewhouse 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跟李旦对房子大的理解 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可能还是那种地铁的心态 就比如我看着沙发上 那一排我的朋友们 我就总有个感觉就是 那个沙发挤挤还能上 李旦呢 可能是那种商务舱 看经济舱的心态 就李旦看着沙发上那一群人 他的感觉是 他们的人虽然坐下来 但他们的尊严还在站着 在讲这么多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旺志 谢谢 谢谢 好 帅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 我们最近在比赛嘛 就是压力特别的大 因为你们也知道 就是去年一年 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时尚这一块 频繁地参加时尚活动 到处模仿周杰伦 靠着杰伦都快要挤进娱乐圈了 现在全网最害怕杰伦 他防的人就是我 真的 前段时间好多人 催杰伦的专辑 都催到我这儿来了 爱他 我 让我抓紧写歌吧 我也没想到 讲了这么多脱口秀 攒了一批歌迷 所以说当新专辑出来的时候 我比任何人都开心 就是我啥也没有干 但却有了最伟大的作品 去年我甚至还走了红毯 我当时接到邀请的第一反应就是 哇 这红毯真好 后来听说还邀请了制胜 这红毯真好 这红毯上面再有个门槛就更好了 那不把我俩都卡出去了吧 然后我跟智盛在那个活动里面 一块出现 观众看到我们之后都大喊 陆寒 周杰伦 然后所有的摄像大哥 就把镜头转向了我们 看见我们两个祸 一脸疑惑 我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眼睛有问题 我当时就感觉我俩不是什么喜剧门神 我俩就是诈骗兄弟 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俩在时尚活动里边其实可显眼了 当然不是说我们打扮的时尚啊 是我们太土了 就是你在普通人堆里边是不显眼的 但是在那些明星里边 你的普通就会特别的耀眼 就感觉我们的土轻轻的一挥洒 就掩埋了所有人的时尚 我虽然长得像杰伦 但是我唱歌剧难听呢 我唱歌有多难听 就如果我在节目里面唱杰伦的歌的话 甚至都不侵犯人家的版权 但我周围的朋友都说 我都说 哎 广志如果你唱歌好听就好了 白瞎这张脸了 我觉得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就如果我既长得像 又唱歌好听的话 那不就是真的杰伦了吗 你天天在我身边 我也没要求你长得像昆凌呀 我其实是那个侧脸 侧脸更像杰伦嘛 对 侧脸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 因为我发现我在公司 每次用侧脸 跟我的同事对话的时候 我的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他们说那种感受你不懂 你真的很难拒绝 你少年时代的偶像 翘着二郎腿对你说 中午我不想吃黄焖鸡 我想吃肉夹馍 自从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我就特别想 让杰伦替我跟我的老板 聊一聊涨工资的事 我现在进我们董事长的办公室 我都是侧着进 然后进去之后 看见董事长在埋头签字 这个时候我就会靠近他 哎呦 不错哦 在办公室苏翰丽 仿前朝的飘逸呢 这时候董事长就会抬头看我 广志 你是不是又觉得自己像杰伦了呀 那你看看你像不像窗外的麻雀 在电线杆上多嘴 其实去年除了时尚活动呢 我还多了很多酒局 但我又不会跟人社交 很难受呢 就碰到那种自来熟的 就是 哎 广志 我老婆特别喜欢你 我也不知道说啥 我总不能说 我也特别喜欢你老婆 不光是陌生人 就是我的好朋友 有时候他们一聊 聊一些篮球的话题的时候 我也完全融入不进去 因为我平时不看篮球 经常就是上一秒还聊得好好的 就突然来一句 塔图姆第四节又掉链子了 我完全听不懂 我心想 那要不给他捡起来呀 那种氛围我也融入不了 你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我心想这是这么快吗 当时我又明白 为什么桃园三节夜的时候 刘光章关系那么好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刘备 在那个大街上喊了一句 你们也是勇士的球迷吗 关羽说吴三年有余 张飞在旁边 俺也一样 一般这种局呢 聊到最后 就是他们约着去打球去了 然后最后剩下我 和角落里的另外一个同事 四目相对 我说哥 你刚刚是不是也没有听懂 但是我懂你 你也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小人哥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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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